卵巢恶性肿瘤转移案例 出院后没有变异时 小妇也持续微痛 于是就去配中药 但吃了好几个月也没好转 2020年4月17日 小妇疼痛难耐 家人送我到医院 查出是卵巢恶性肿瘤 并已转移 住院期间 除了打点滴就是吃止痛药 若止痛药无效就打止痛针 4月27日出院 出院后经朋友介绍 于2020年4月29日 由女儿陪伴到原始点中心调理 调理前症状 右边肋骨和小腹疼痛 靠吃止痛药舒缓 小腹痛影响睡眠精神差 眼花胃口不好 经常便秘 肚子胀 夜晚贫尿 小腿肚晚上有时会抽筋 调理过程 5月1日第一次按推后 右肋骨和小腹疼痛减轻了 晚上能睡七八个小时 大便前小腹还是有点痛 排便五次 形状大而变软了 过后很舒服 有胃口吃了一碗多的面条 夜尿一回 调理19天后 右肋骨痛和眼花改善六七成 小腹痛改善六成 小腿肚不会抽筋了 体力提升 每天走路爬楼梯两小时 除了运动 洗身体和吃饭的时间以外 我都在温服 5月21日 排便前小腹痛 排后没改善 就吃止痛药 经义工老师建议后 隔天靠按推来解清疼痛 不再吃止痛药 到了6月7日 整体改善有八成 每天爬楼梯走路 长达三个小时 调理细节 按推 每天全身按推一次 若有不舒服时 就按推相对应的原始点解症 外热源 每天温敷20个小时以上 白贴用红豆袋 暖贴温敷 夜晚睡觉时用电热毯 内热源 初期用干姜片30克熬煮姜汤喝 半个月后 因体力提升不明显 将干姜片增加到50克 红参15克 一个半月后 干姜片加至100克 饮食 一日三餐以面食和五股杂粮为主 炒菜有热性调味料 若吃米饭会加姜片 运动 每天按时运动 根据自己的体力 慢慢增加运动量 休息 早睡早起 放后午休 规律作息 调理心得 我很幸运遇到了原始点 让我恢复健康 现在我会督促自己 觉得姜水辣也得喝 温敷热也要配合 为了健康 我愿意 感恩张昭汉医师研发原始点 感恩帮助过我的人